財政部長張盛禾昨天分析 我國現行的不動產所得稅有三大問題 包括了一年內買賣客不到土增稅 還有房地分開客稅形成避稅漏洞 以及房地所得偏離實價 他說因此必須要建立一個房地合一的稅制 來解決所得客不到以及無法計價的問題 他也指出如果房地合一所得稅順利修法 而且明年上路 那就可以考慮讓奢侈稅退場 而為了避免這個不動產稅改 被今年年底的選舉口水給淹沒 所以規劃要到明年的年初才會提出修法